好 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各位從早上到現在 跟我們一起參與2021年數位轉型國際論壇 那現在我們的這個agenda 來到了最後一個場次 也就是我們的panel discussion 那panel discussion的題目是 將鍛鍊危機重新鍛鍊 意外下重構製造業雲端的關鍵佈具 我想數位轉型這個熱門的議題 其實它有它的脈絡 以及它有它的這個發展的時機點 以及我們所面對到的問題 還有在食物的操作上面 應該怎麼樣去強化它 發揮更大的效益 從脈絡來說 其實早在2015年 其實OECD就已經逐年的來發布 這個數位經濟的展望年報 那在這個展望年報裡面 非常的關鍵就是在 運用寬頻跟資通訊的環境 然後讓各式各樣的這個資通訊的技術 能夠來帶動產業的轉型 這裡面的關鍵就是所謂的數位轉型 那數位轉型非常重要的核心的意義 我想剛剛移錄我們兩位精彩的這個kino speaker 以及我們兩位包括新湖副院長 以及研華的這個實際案例的分享 其實我們非常的清楚知道 真正掌握的核心是在我們的這個 資通訊技術的應用 以及資料數據的掌握 還有在優化流程的這個之外 還必須要有真正創造新的價值 那麼在實際點來說 其實雖然從這個十年前 幾年前就已經開始有數位轉型 這樣的一個概念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關鍵的推動的力量 是在我們的這個COVID 那2020年開始蔓延的這個疫情 其實已經讓世界先進的國家 在數位轉型的腳步已經加快了 因為他們早就看到了這個 可能如果不做數位轉型的話 會面對到的數位斷燃 那台灣當然在去年 我們某種程度抗疫的這個奇蹟的成功 讓我們在數位轉型的腳步上 可能跟其他的世界先進國家有一些平行時空 但是上個月的這個猛烈爆發的疫情 也讓我們所有的企業 還有我們的日常生活的環境 帶到了一個新的數位轉型的境地 也就是不得不轉 從被動的轉型來到了一個主動的初級 那麼我想今天的這個我們Panel Discussion的這個主題呢 除了延續剛剛的這個重點的幾位 Kino Speaker的討論 那我們座談的主題會Focus在各個產業 數位轉型的現況以及需求 還有在這個背後的一些Infrastructure 包括我們雲端平台發展的一些關鍵 還有真正在轉型的時候 除了Top-Down的這些Leadership 另外還有數位轉型的資源 如果不足的話要怎麼去因應 那今天在現場我們不是現場 我們今天實際上是一個hybrid的 這個多層次的 然後真正是一個線上直播的這個平台 這個相關的節目 所以我們有四位不同的羽談人 從四個不同的地方來加入我們 我先介紹一下幾位羽談人 第一位是台灣區域電電工會的這個王偉王顧問 同時他也是葉達的這個董長的這個特別助理 那第二位是我們京城資訊數位化轉型規劃服務處的 陳國璋資深處長 第三位是中國生產力中心數位轉型 與資訊科技應用事業部的林鴻謀協理 那麼第四位是我們的新創 也就是我們台灣通用紡織科技的趙軍輔趙執行長 好 首先我們進到第一題 就是有關各個產業在數位轉型的現況 以及相關的需求 我想這個資通訊背景的發展到現在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詳 但台灣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台灣一般是以這個中好企業為主的形態 中好企業的加速佔了我們全體產業的大概95%以上 同時從業的人數則超過了78% 我們可以想像就是說 資通訊技術的應用其實對中好企業來說 它有相對的不管是從就業的人力 各方面的組織 還有回應的速度等等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 那麼我想在這個部分 我想先來請教與談人 面對這個不可逆的要說是危機 同時也是轉機 我們企業特別是中好企業如何找到這個問題 然後創新它的模式以及開發新的市場 它的因應知道應該是什麼 進到這個後疫情時代呢 我們正在走向敏捷製造 那有超過80%的製造業者呢 表示工業4.0對他們的企業非常重要 而且呢在未來5年 工業4.0呢 對他們的業務和產業呢 都會有重大的影響 從這個McKinsey的報告呢 顯示呢 如果能充分的發揮智慧製造呢 可以優化製程 也可以降低機器停機的時間 可以提升勞動的生長力 降低庫存的成本 而且可以加快上市的時間呢 降低維護的成本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看出來呢 智慧製造 對提升我們製造業的競爭力呢 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對我們電力工會來講呢 我們數位轉型的主要的切入點呢 是基於雲端工業互聯網的智慧製造 賣向了更有效率的生產 那當然呢 我們的業者呢 也可以從產品的智慧化 走到製造業服務化 製造業走向服務呢 是商業模式的一個轉型 創新 這幾年來呢 藉著經濟部科專 所研發的工版物理網平台 還有一些智慧城鄉的計劃呢 我們電力工會呢 有些業者已經向工業4.0邁進 包括一些PCB的業者 他們的智慧工廠呢 是實現在工版物理網平台的上面 還有一些頻率元件 LED 電線電纜等產業的一些智慧成功 智慧製造成功的案例 去年呢 音樂達呢 也展示了5G智慧工廠的一個重要的成果 可是呢 這些成功的案例呢 都是一些大型業者的專案 那我們怎麼樣幫助中小企業 邁向智慧製造呢 前年呢 這個電力工會的李世青理事長的上任 他有一個重要的宣誓 就是要帶領更多的會員呢 數位轉型 推動會員的致力於智慧製造 去年5月 在電力工會成立的數位轉型委員會 同時呢 也提出了智慧製造 數位轉型服務平台的計劃 我們把它簡稱做電電雲 那電電雲呢 是要全力來推動製造業者 尤其是中小企業數位轉型 中小企業呢 要快速進入智慧製造呢 它的關鍵就是在於上雲 雲端關鍵的佈局 使用雲上面的智慧工廠的應用 電電雲呢 希望幫助中小製造企業呢 快速的數位轉型 我在下面一題呢 講到雲端平台的時候呢 再跟各位做比較詳細的分享 好的 謝謝George 在遠從美國上線來跟我們做分享 那麼這一題我們同時也要請到 生產力中心的零協理 因為生產力中心一直致力於 協助我們的中小企業 在做生產力載造 那在這個智慧製造 以及數位轉型等同於這個 生產力載造的這個領域 我們來聽聽零協理 給我們的一些分享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張副理事長 那也謝謝大會給CBC這個機會 那針對今天的這個主題 那當然比較還是Focus在智慧製造 這邊比較多 那我還是點一下兩大產業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還是透過這個問題邊 先看一下服務業 那現在服務業要 像積極要去做轉型的部分 那我們因為這個部分 我會簡單先帶過一下 就是相當於說 現在大家看到的幾乎服務業 現在都是第一個要素 先結合電商 第二個部分大概就是 做一些複合式的相關的一些經營 那臺灣大車隊都已經出來送餐了 對不對 大家都會看得到 那第三個部分大概就是看看 能不能提高一些社群網路的一些能見度 這個部分大概也是 服務業相關的比較大的一個主軸 那最重要的就是像我們今天做線上的會議的話 那實體的展大概都會變成一些未來的線上展 其實這個部分的轉變 意外也減輕了一些小店家 參展的一些相關的一些預算 這個部分大家也可以 可以多思考一下這個部分 那大概接下來部分就是大概現在還蠻流行的 就是像所有服務業大家要做一些商家的接盟 不管是互換點數 不管是做一些消費行為都互相的接盟 那還有一個就是現在我們 臺灣最喜歡的就是小谷大碗 對客戶的慷慨的問題 尤其最近這個lockdown的時候 大概會發現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那從服務業來看的部分 我們大概就會點到我們今天重點的智慧製造的部分 那製造業現在要驅動我們數位轉型 大概有幾個很重要的幾個因素 在CBC的這個角度裡面去看的話 大概就是第一個最重要的部分 大概我們要趁這個時間 因為今天也算是lockdown 大概進入第四周了 那在這個趁空檔的時間 應該要思考一下我們的轉型 要部署一下轉型的相關的一些策略 跟我們的執行的做法 那剛剛我們顧問剛才講的也非常好 像電電工會也出了電電雲 所以第一個部分大概就是 我們要先把資訊的數位化 要整合一些資訊做 資訊的相互的比對 互相的溝通這個部分先做好 第二個部分就是資料上雲 所以剛剛講的不管是電電雲 像機械雲 紡織雲 扣件雲這些部分 那這個應該是思考的一個 主要的轉型的兩個大方向 那第二個比較大的Factor 就是以後會導入遠距 會變成是一個常態 還有就是一個資源的應用的方向 這個部分大概會是一個常態 既然是一個常態 我們就去思考一下 遠距作業跟資源的應用 這個部分的方案 有哪些東西可以應用在我們的智慧 Smart Manufacturing這邊 能夠做一些 不管是遠距上的服務 或者是遠距上的維護這些等等的 相關的工作 那最後一個就是剛才講的 上雲的部分 我們來多使用一些公有雲的 一些相關的平台 不管是我們自己要去開發一些 結合一些國際雲 或自己去開發一些自己的SARS 或者是整合一些 PASS或是IS的平台這些等等 那還是一樣 就是中小企業在這個智慧製造的過程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還是要我們提升我們自己的 全部的韌性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供應鏈的韌性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斷電跟缺料 這個部分就是提高我們自己供應鏈的韌性 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面對的一個方向 所以像是關鍵零組件的生產 建立不間斷的一些營運的能量 這些等等 都是我們現在目前是MAMI 要去面對的這些比較大的議題 那當然這邊既然是代表生產力中心 我們也大概也 那是一些相關的政府相關的資源 我們也是讓我們中小企業組 能夠多善用這些政府計畫的 一些相關的資源 包含我們的主題式的智慧機械的 產業聚落的供應鏈的 數位串流AI計畫 那包含今年的數位轉型 有個四朵雲 金屬製品的數位轉型的加值 還有數位雲的服務主題的 一些相關補助型的計畫 還有C2M的相關的計畫 還有接盤傳承 這個部分的相關的計畫 都歡迎我們現場在聽的 這些中小企業組能夠 能夠積極來給我們做申請 這些部分 那接下來我講一下 大概我說的最重點 就是說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在我們這個疫情 進入三級警戒 這些部分 我們後面重新調整過 人力的規劃 這個部分是 除了什麼 在策略面 還有執行面的部分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那我們在面對這個逆境 重新訂定我們自己相關 之後製造一些相關的執行的目標 讓我自己能夠面對自己 然後重新認識一下自己 以上是我的說明 謝謝 謝謝 謝謝王顧問跟我們的這個 這個林協理 那我想這個部分都是非常落地 非常第一線的這個實務的經驗 那其實前面談到的已經帶到了 我們第二個問題 那當然從我們整體來看 數位轉型來說 除了領域的產業 包括製造業服務業 以及as a tour的這個 資訊服務業 另外還有非常關鍵的 這個可能提供一些 關鍵solution的新創的產業 其實在這裡頭的一個 供需的生態系統裡面 都要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而我們在看到一些 具體產業作為火車頭 比如說像我們的這個 金屬扣件 航太 食品加工 紡織 以及零售服務業等等 這些餐飲業 這些產業數位轉型的成功 事實上是可以帶動 相關產業生態系統的建構 以及全面的發展 在這個根據 國內外成功經驗的案例來看 其實這個多樣化的 公有雲或混合雲的機制 在整個數位轉型的過程當中 也是扮演重要的關鍵角色 所以我接下來 其實是想要請問就是說 我們常常聽到這個 數位轉型的生態系 那麼數位工具可以怎麼樣的 來幫助產官學研等製造 產業鏈上所有的Modpol Stateholder可以來做一個整合 那當然George剛剛已經提到了 所謂的電電雲 是不是可以進一步的來幫我們做 進一步的分析 謝謝 王偉王顧問George 這個電電工會發起電電雲 也就是智慧製造數位轉型服務平台 電電雲工會是要連結資訊服務廠商 雲端平台的業者 還有研究的法人 一同來建立一個數位轉型的生態系統 一同來打造電電雲 共同來解決中小企業 數位轉型的問題 前面我們就提到說 有些尖端業者 他們智慧工廠的案例 通常都是由SI的業者 利用很多工具跟平台 還有加上數據科學家 共同努力很多時間 這樣一個成果 那如何呢 把這些重要的成果 快速的複製到其他的製造業者 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智慧工廠裡面呢 那我們的做法呢 一方面是把這些智慧工廠的成功的應用 我們把它模組化 也就是說成為可以重新組合 重複使用的一個小應用 我們也把它叫做工業小應用 Intestrial Apps或者iApps 那這是呢 這是基於微服務的一些技術 我們想要把這些工業小應用呢 放在我們電電源的試機裡面 成為呢 公有員上面的一個SaaS的服務 另一方面呢 我們當然也鼓勵 自服業者呢 軟體業者還有法人呢 繼續來開發新的iApps 所以呢 這樣呢 當這個SaaS業者 到了一個新的場域的時候呢 他可以選擇合適的iApps 然後經過很少的組合 客製呢 就成為一個新場域裡面的 智慧製造的應用 所以用這樣的技術呢 我們可以培養一些SaaS業者呢 在眾多的中小企業的工廠中呢 很快地實現智慧工廠的應用 利用數位科技呢 來轉型升級 這樣的一個微服務的 這樣的一個架構呢 讓第三方的開發者呢 也很容易利用已經有的iApps 然後基於雲平台呢 來做二次開發 提供價值的新的創新服務 那這個使我們的智慧製造服務平台呢 很容易的成長很容易擴散 成為一個比較強大的電電源 其實電電源計劃 不只是促進中小製造企業的數位轉型 它也促成生態系統內 自服業和軟體業的轉型升級 以前的自服業呢 是以系統整合的專用為主 它的成果呢 是不容易重用來複製 可是iApps呢 在雲世紀裡面呢 是可以給許多的工廠來用的 那自服業者呢 就從系統整合的專案 轉型的變成iApps產品的提供商 而且呢 可以更能進一步 成為雲服務SaaS的營運商 軟體業者呢 可以從開發套裝軟體呢 轉型到雲上的iApp 也就是供用的SaaS呢 在雲世紀的新的群道銷售 而中小製造業呢 邁向智慧製造 促成整個生態系統上的 資服業者 軟體業者 跟製造業者 數位轉型 電電語呢 會通過兩個大型的 資服業者 具有豐富IT經驗的 資託鴻語 還有具有製造業 OT經驗的 東杰資訊 加上電電工會呢 透過IT跟OT技術的整合 發展跟建制 車用電子 跟零組件 領域 共通性雲端的 App應用方案 那電電源的iS呢 是用台智雲 台智雲呢 是台灣智慧雲端服務公司呢 基於國網中心 AI資料中心的基礎設施 在台灣落地的iS 而PaaS的平台呢 會採用研滑科技 基於公版物理網平台 自主研發的iS PaaS 加上電電源自主開發的SaaS呢 端到端 完全是自主開發 在台灣落地 電電源的 關鍵夥伴呢 還包括資色會 跟金屬工業中心 資色會呢 在過去幾年 累積了許多 成功的雲平台 和製造雲服務 研發的經驗 而金屬中心呢 則專門有 金屬製造領域的 制式 還有英雲開發的 很多經驗 所以呢 我們看到了 電電源呢 是整合了自幅業者 資託鴻羽 跟東傑 在地的雲平台業者 研滑科技 在地的雲基礎設施業者 台智雲 在工業運動上面呢 建置針對中小企業的 智慧工廠服務的雲市集 我們預祝呢 電電源有最大的成功 台灣的製造業者呢 尤其是中小企業 賣向智慧工廠 大幅的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難道哦 就是說 數位轉型 當然 製造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 那服務業也是相對來說 也是 未來經濟形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典範轉移 那但是很重要的理念就是 需要有一些數位的工具 那資訊服務業在這裡面 其實扮演的就是相當重要的角色 其實從早期醫化到現在 我們已經非常清楚的可以知道 在數位轉型的時代 它已經不是單純的醫化 不是單純的建置資訊系統的事情 數位轉型剛剛談到的 它是價值的在創造 所以它更應該是要以客戶為中心 應用數位科技來調整 或者是創新它的服務營運的模式 那麼我們接下來是想要請 在國內就這個 資訊服務業 其實算是龍頭之一的 這個精神資訊的陳處長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關於這個數位轉型資訊系統 跟這個相關的這個價值的創造 在這裡您的經驗 謝謝 好 謝謝主持人 那我想首先也感謝DTA這邊 這麼熱心 而且認真配合國家政策 協助我們產官學界 共同促進這個數位台灣的發展 那這邊我再稍微補充一下 的確數位轉型 它絕對不是只是資訊系統建置就好 更是應該以客戶的需求和痛點為核心 那搭配合適的數位工具 再一起進行這個商業模式的一個轉型 那這邊是希望從製造業服務業 和資訊服務業這一塊的方面來做分享 那我想我這裡就快速用反向的順序 跟各位快速分享一下 那首先在資訊服務業這一塊的話 的轉型案例 我可以先以我們自有的案例 各位你知道嗎 你目前大家都聽過法國巴黎萊雅這個品牌吧 OK 你目前在17號 從Momo Yahoo上面所購買的相關品牌商品 例如說禮膚保水 維茲 蘭蔻 等等 其實都是我們所銷售的 是我們倉庫 這個出貨 出貨出去 這是我們電商的待運運服務 講到這邊很多人都會很驚訝 哇 你們公司不是做資訊系統的嗎 怎麼在做起的電商銷售 不用懷疑的確是 因為是這樣 台灣其實很多澳洲來的客人 台語俗稱奧客 那這種客速拉逆流程 是電商最麻煩的 退換貨等等一些 所以我們也是藉由這樣的一個經驗 實際下去去操作去操盤 了解了深度的痛點之後 再回頭來優化我們的一些資訊系統 資訊工具 再回頭服務我們的一些品牌客戶 那這是我們主要的一個轉型的服務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境下 我們現在也成功的包裝了各種 配合國家雲世代的政策 還有一個計畫 我們也包裝了非常多的 電商相關的服務 適用於除了原本的品牌企業之外 還包含了地區型的 比如說代替商圈 這一次也有幸配合 雲世代商圈數位轉型計畫 那輔導目前正在進行 輔導非常多的商圈 在B2C的一些應用 以及這個通路 通路和供應鏈的一個 B2B的電商的應用 那這是第一個我們的例子 那第二個例子呢 再繼續分享一下 就是從資訊服務業 怎麼導入製造業相關的一些案例 其實疫情在世界來講 已經不是近期的事情了 已經有一段時間 那也是我相信也是一個 中廠級的一個因應 對 所以我們早在兩三年前呢 協助很多高科技的一些製造業 跟廠商 進行非接觸式的一些方案 那主要呢 我們透過人臉辨識的技術 在這個智能通行 和打卡口機上 已經有非常多的一個案例 透過三合一的一個人臉辨識機 包含人臉馬上知道您是誰 第二就是判斷有沒有戴口罩 那第三充實測量你的這個額溫 溫度 直接三合一的方式 在0.5秒以內馬上知道 那但是人臉辨識總是 大家會心裡會有一點怕怕的 所以我們另外有一個 南部的這個PCC大廠 大叔在導入的時候 也是也是擔心 所以說那個顧問 我們在這個我們員工的年紀 稍微有一點 那在導入的人臉辨識 我們都會有一些這個疑慮 我們討論之後就說 好沒關係 我們就分階段導入 首先我們先導入刷臉吃飯 就中午時間的時候 那員工到B1餐廳 這個用餐的時候 再也不用拿卡去刷 直接輕鬆的走過去就好了 人臉一辨識馬上就扣款 那第二階段呢 就是因為他們接下來體育館開幕 所以透過體育館的進出入的部分 我們除了員工的導入之外 還包含了眷屬 和退休員工也進一步導入 那這兩大生活應用導入之後 員工也開始漸漸習慣了 也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第三步也成功導入他的打卡考慶 以及到現在我們正在協助的導入就是 人臉辨識加上車牌電視 因為很多工廠的一些進出入 他有所謂的供應商相關的人員 和車子的部分 那我們會做一些交錯的一些整合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在整體的一個 應用的一個數位點半 那也正在把它整個轉換成 是一個雲端線上的一個服務 服務各個不同的一些中小企業 那以上分享謝謝 數位轉型給我們很大的一個啟示 我自己個人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是在於說 數位轉型其實讓我們真正去關注到 軟體跟服務的力量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很多的製造業 其實他現在在轉型 他也強調說他提供的是物聯網的服務 以及訂閱機制的服務 那我想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請這個 趙君甫Victor執行長來跟我們分享 因為台灣通用紡織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案例 他本身是新創 那他切入了是紡織傳統的製造業 但是他又在生態系統裡面 帶動到相關服務業的整合 所以執行長Victor執行長 給我們在第一線的一些經驗的分享 謝謝 謝謝副理事長 邀請我們參加這個DTA的數位轉型論壇 我覺得數位轉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他可以做一個串聯不同產業的時候 進行更整體的思考 例如紡織業 他就是一個橫跨了很多個產業的一個行業 他可以從農業種植棉花 石化工業生產原料 一直到服務業 也就是百貨公司 甚至到電商的一個相關的資訊服務業 所以過去每個環節在紡織業裡面 他們想像都是下一個環節 就是客戶 像部場就只會想到 誒成一場是我的客戶 然後每個環節都只想下一個環節 所以造成他的資訊的串流非常的碎片化 然後我覺得數位轉型呢 但是給紡織業是一個 很多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跨多個領域按照流程 全面性的進行思考 譬如像一個電商在上架一件衣服的時候 衣服上很多關鍵字 譬如說透氣性啊 觸感好啊 這東西都是布的資訊 因此我們這個應該在布的製造環節的時候 這些資訊就應該要串進數位資訊中 然後衣服使用這塊布置製作 所以布上的這些數位資訊呢 就一起轉移到衣服上 然後這個衣服再加上相關的款式特性 比如說是連身洋裝啊 適合也參穿啊 那這個衣服在電商上架的時候 在終端那個資訊服務要上架的時候 這個全部的資訊就一起匯留在一起 從布到衣 甚至從原料一直到衣到布 到布到衣都可以一起匯留 需要費者可以很快速找到一間透氣 又觸感好的連身洋裝 而不是在電商上架的時候 這個電商這個環節才去蒐集前面的資訊 如果這個時候電商上架才去蒐集的時候 這些資訊一定是破碎 所以就像剛剛那個主委講的 就是數位轉型它是個價值在創造 然後它應該是以客戶為核心 但過去所謂客戶只是下個環節的買家而已 但在實際的產業流程中 紡織業的最終服務的對象 應該是終端服務消費者 就是像我們買衣服的人 而下游的廠商只是過客 因此我們應該著重在數位工具帶來的資訊匯集能力 可以讓產業從環節的一開始 就直接投射到最終消費者為中心 然後並隨著產業流程 一路匯集消費者所有的資訊持續擴張 然後最終可以讓這些資訊滿足 幫助消費者判斷 基本上在紡織業中 數位轉型要 紡織供應鏈可以變形 所以叫數位轉型 從一條長鏈 變成以消費者為中心的一個同心員 這是我認為一個數位轉型 帶來一個很好的機會 而這些資訊是可以雙向交流的 像剛剛講到每個環節的資訊是單向的會提下來 當然可以反向 使用者需要的內容 反向影響供應鏈 創造以消費者為中心的產業供應鏈 或是大家說的短年供應鏈 就是給它矜持一下之後 避免不必要的付出浪費 甚至數位轉型 可以對紡織業或甚至紡織產業 可以橫化不同產業之後 創造出來的一個價值 也是一個現在大家需要 這個紡織業需要的 一個數位轉型的痛點在這邊 非常謝謝Victor指引長 從剛剛陳處長到趙指引長的分析 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這個就是一個從單純的供應鏈 到整個生態系統重新的再創造 而以customer為核心 在這裡面資料跟數據扮演 多麼重要的角色 它不再是單點的看下一個階段 也不再是資訊的孤島 而是如何去串聯 如何讓這些資訊能夠 資料能夠發揮最大的價值 那我在追著再問 趙指引長一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您在這個 數位的工具上面的掌握 其實在紡織業裡頭 協助了蠻多的中小企業 那如果說現在中小企業的業者 在還沒有採用數位工具的時候 趙指引長以您的經驗來看的話 應該怎麼樣開始 要不然這個數位轉型 其實感覺好像方向也不知道 往哪裡去工具 也不知道怎麼採用 公司的Leader 又不一定能夠支持 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想在這樣的一個 比較沒有方向性的情況之下 趙指引長你會有什麼樣的建議 謝謝主委 我覺得專長企業在面臨一個眾多 數位工具的選擇的時候 我覺得要做的第一步是放下焦慮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大家覺得 沒有使用數位工具的經驗 其實已經有了 然後我們要從生變中去找出 這些使用數位工具的經驗 譬如說我們都用使用雲端硬碟 或是我們現在線上看直播 或是手機的Line 其實都是很好的數位體驗 這些工具它都提供了一些 痛苦問題的解決方法 譬如說Line可以直接看到 一個產品的照片 而不用電話講到半天 就講不清楚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像這個經驗 就是數位幫助你解決了一個 溝通流程的一個斷點 因此我們可以把這些 成功的這些數位的 斷點的這些 解決的這些經驗 然後工作流程中去看看 像DTA 做為非常好的一個數位流程頻量表 那這個這個頻量表 其實就是可以幫助大家去 檢視我的工作流程中 哪個環節出現一個數位斷點 那譬如說我現在 我用數位的資訊 比如說E-mail 或是一些ERP系統 接到這些工廠訂單 對工廠訂單收到的時候 可是我要去跟工班去交談的時候 我要用手寫 那那個目前雖然很好 你要好運作 可是當我出貨的時候 我因為是手寫的工單 所以我人工還要去比對 所以就是造成效率慢 而且他可能出錯 那這個環節就可以 單點的考慮使用數位工具 比如說訂單工具 或者是一些生產的一些 即時工具 線上SARS系統 去一次性的解決這個問題 那剛剛講的是一個環 就是你有一個單點環節經驗 把這個環節經驗放在流程中 去解決你流程的問題 可是那流程的問題解決的多了之後 你會發現說每個環節這樣突破 其中更重要的思維 是需要一個長期 還有徹底性的一個思維 就是說 數位轉型的長期思維 你會發現說每個環節找到問題之後 它的資訊是串連的 而且還有一個整體的廣泛的問題 每個環節都需要同樣一套資料 或是資料持續累積 因此對於這套資料的收集就會是一個 重要而且長期的一個計畫提出來 然後因此從源頭建立基礎資料 才能循序間接的對接導入更多的數位工具 像是智慧生產大數據分析的 但是這個源頭的長期的規劃要先出來 然後以數位力量上更好的價值 那當然這個打底的過程 這個源頭建立資料當然是個很長期的一個寂寞的過程 他不會看到不一定看到成果 那這個過程要耐住寂寞 那當然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最後一個觀點就是說 導入數位化呢 它的機器不會取代人類 就是很多我們碰到那個中小企業組 或者是我們的紡織業 他們很怕就是說 這種機器取代人類 我們的員工他們可能就失去工作機會 這是一個錯誤的想法 應該是說工具更好的機器 其實是協助人們更有效地完成工作 而且未來一定是走向人機協助的安排 就像現在信仰期啊 有這種人腦搭配電腦的比賽 電腦幫你算部數 然後人去做最終決定要不要這樣走 所以數位工具的導入其實是讓人機更好的一種銜頭工作 然後讓人類有更好的資訊做更好的判斷 然後讓人可以往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的工作上移動 那這個是整個 我認為這個中小企業面對數位工具 不知道怎麼選擇的時候 先從現有的成功經驗放到流程中 流程中再去找出長期解決方案 之後再去不要拒跑 認真擁抱這些人機的這個 一起行動工作的成功 就是我的想法是這樣 謝謝主委 好謝謝我們叫警長 那我想很重要的關鍵字就是 面對數位轉型其實人機協作 以及多方的利益關係人 在這裡面如何整合成一個生態系統 同時創造共同的價值 我想這個是關鍵 面對數位轉型的時候就不要懼怕 但是雖然不要懼怕 可是我們從2018年台經院的調查報告 2019年延續下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國內相關的產業 在進行數位轉型的時候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資訊跟知識上的不足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在於欠缺整合的誘因 還有這個相關的capacity 以及相關的talents也就是人才 那在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想要請教就是這個 陳處長 就是說您在第一線 為多家企業打造了AI智慧的生態圈 有多年的實戰的經驗 那麼面對我們相關的產業 在數位轉型推動的這個資源不足的瓶頸 您有什麼比較好的建議 謝謝 陳處長 那我想台灣經濟奇蹟的成就 其實中小企業真的貢獻 絕對功不可沒 那中小企業組織的靈活 就彈性 也創造了很多大量的就業機會 那也當然也因為時空背景 現在在現在這個破壞性創新的時代 那企業的確開始面臨二代 甚至三代的交班 那在這個數位轉型的思維方面下 我想剛剛主任提到這個資源不足 絕對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那我們這邊就稍微先來拆解一下 資源可以分為人才力 以及工具力這兩個部分 那工具力的部分 也想跟各位分享一個觀念 很多資訊技術科技工具 不見得我們一定要用到最新 最強最厲害的 不見得 只要合適就好 尤其現在已經是一個 開放的一個時代 例如說很多企業的用車 他不會 不見得一定會買為 購置為公司的資產 而是用租賃的方式化為費用 那現在很多這個資訊的軟硬體系統 也是雷同 因為雲端的環境已經非常成熟了 所以各位不用再大量買大量的資訊軟硬體 也不用自己建立自己的機房 通通可以都上雲端 使用雲端的機制 那現在這個資訊安全的一些領域也都非常成熟 那這也就是我們公司所謂的 上雲 用雲 管雲 以及護雲 四大面向 一個在資訊科技工具的一個應用 好那接下來正在針對人才力的部分 我想快速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在這個國外新創新的時代 極確 人才力一直在做一些變化跟轉移 那我想我這邊也有 有這個榮幸 也擔任了目前的這個 數位轉型人才智能規劃的一個這個諮詢委員 那在我們這個研究當中跟各位快速分享一下 目前產業人才啊 在人力需求上面臨的三大問題 第一不知道轉到哪裡去 那有7成的企業指出說 他缺乏這一個數位的心導者 第二不知道如何著手 就不知道怎麼開始 八成企業以上都認為 數位轉型絕對是耽誤自己 但是不知道怎麼開始 第三沒有人可以做 的確這個數位技術人才的一些短缺 以及很多企業對於數位人才的不熟悉 那針對這三點 我們快速的這個對應 而這邊大概小小的經驗 可能各位對應一下 第一不知道轉到哪裡去 那這邊我會建議各位 這個可以針對 尤其他是比較針對企業主 或一些預計培養的專業經理人 那可以去多參加一些二代接班的 一些學習課程 很多大專業院校 還有坊間的一些工協會 都有這樣的一個機制 大家可以做一些彼此的交流 那第二不知道要如何著手 那可以洽詢相關的一些顧問公司 以及相關的一些這個業者 那從各種不同的面向 進行配套嚴嚴可行的方案 那另外也可以透過上述的一些這個 專業經理人的課程班 獵人頭公司等等一些 去做一些專業的一些聘估 那第三個部分沒有人可以做 那除了上面所述 外部的一些聘估之外 也可以參考經濟部這邊 有非常多的一個工業 像工業局這邊 有很多數位轉型的一些人才計畫 那我本身也是其中的獎師之一 對 那可以配合這些的計畫 來培訓自由 像我們這邊也是 培訓自由的員工 做一個相關的一些提升 那綜合上述所述呢 那我們經濟公司也是 也協助了 這個多年的這個大型客戶經驗 也開始這幾年做整體的一個包裝 提供了一系列的雲端訂閱式服務 那我們簡稱叫CSO Cloud Services 包含了剛剛的OMO電商 人臉電是非接觸式的 微運的服務 資安的服務等等一些 那也配合國家政策 今年搭配很多這個運次代 一些相關的計畫 一起做這樣的一個相關的努力 那這個部分也歡迎各位 隨時可以上經濟部 還有我們公司相關一些官網 那我們可以一起來做進一步的努力 謝謝 謝謝陳處長 我先跟線上的朋友預告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這個section是慢了大概15分鐘開始 所以我們原則上也會遲延的 10到15分鐘來結束 那我們再來就是到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數位轉型的這個先進國家在推動的時候 其實他們多數都會以一個量表來衡量企業轉型的準備度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redness 那在這個部分其實可以讓企業去理解 剛剛陳處長提到的 不知道自己的position在哪裡 往哪裡去轉 需要什麼工具 那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benchmark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這個生產力中心的零協力 因為你們在第一線從早期的衛星廠商的協助 然後到現在這些相關的輔導 您對於這個相關的量表 在設計以及推動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經驗的分享跟建議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張副 那我這邊因為CBC在這邊在4月28的時候有辦了一場 就是有關於評量方面的 那我在量表的設計上的時候 當初我們在announce的時候 當然也是考量了很多東西 那在量表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就是產生量表的過程當中 我們大概先考慮一些 大概有四個方向 就第一個部分我們先討論一下 就是對一些文献做一些研究 第二個就是我們編制的相關的一些提庫 還有一些提型的相關的一些設計 然後再請專家幫我們做一些評估 大概是透過這四個方向來去做好這個量表 那一般來說我們在做之前 就是我們在做所有轉型評量之前 我們有一份生產力再造的評量 我們叫做iBench 4.0 那我認為每個量表 當然都有它的特定的 specific的一些用途 那我覺得各個量表之間 也都不會說完全的互補 或者完全的互斥 所以大概都有一些相輔相成的一些功能存在 都有一些相輔相成的存在 那我們不介意說多評估 反正健康檢查 一樣你去請的加一或請的專任醫師 因為可能就跑了很多家的家庭醫師 也可能跑了很多家的專任醫師 一樣的道理是相同的 那我們在透過我們的數位轉型的評量 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當初在做的時候也是把國外的一些相關的數位轉型的評量 一些量表拿出來做一些參考 然後做一些設計 符合台灣自己一些相關的民情 然後去匡列它自己的範疇 那我們當初做了很多次的考量之後 結果大概定了到五個大方向 然後用十等的量表的方式去做它 那一般來說 我們在填達的過程 為什麼用十等量表 就是我們怕五等的量表 又沒辦法表示出太大的差異 因為可能太rough 那當時太多的話 量表尺度太多 又怕使用者覺得它會很繁瑣 所以當初那時候做的時候 題目就定了20題 以簡單的方式 然後面積觸及的購面觸及的部分 包含有一些策略規劃面 包含有智慧製造面 包含有上下游供應鏈的部分的購面的都考慮到 然後當然也是觸及的所有的產銷人發財 這五大購面的部分大概都有提到 那我們採用了 還有一個很特殊的一個設計的邏輯模式 就是採用了一個叫做認知度跟實踐度的雙軸的模式 去區分它 那有些人會認為說這對很重要 那因為我有很多的一些限制 比如說資金或者能力的關係 沒辦法做 所以我的實踐度可能很低 有些人他一直認為他很重要 可是他就是沒有能力去應用它 所以他想要去獲得一些外部的資源 才能去應用它 所以我們有兩個軸的考量 那我們在做了之後 不只是在做這聯表的設計的過程中 當然我們要做一個非常容易容易的平台 讓中小業主能夠很容易去使用 然後在線上就直接能夠看到 兩表所呈現出來的結果 當初在設計的過程當中 就是以這樣子的邏輯方式去設計它 那未來這個部分在CBC這邊是有想 有計畫性的進行去申請BSI 現在我們現在已經進入PASS階段 那我們現在進入PASS階段 未來希望能夠成為一個國際的標準 以上只有我們這邊的說明 謝謝 四位與談人無私的分享 在這三大主軸的領域裡面 那我想最後就麻煩四位與談人 各利用一分鐘的時間 給我們現場的聽眾一個最好的建議 針對數位轉型 我們是不是先請王委王顧問 拜託幫忙掌握一下時間 謝謝 我們電電光會是非常 我們覺得政府在這個時間 提出原世代數位轉型計劃 它是非常的partner的這樣的計劃 那我們很高興能夠配合 資訊服務業者 本地的平臺業者 一同來打造這個智慧製造 數位轉型服務平臺 我們希望藉著這個平臺 讓我們的製造業 尤其是中小企業 都能夠邁向智慧工廠 讓我們的產業 能夠大幅的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謝謝 京城資訊的陳資深處長 陳處長 OK 好 謝謝 我想危機就是轉機 那我們會持續配合政府相關的政策 進行各項輔導計劃 那也跟各位商業夥伴們共同汲取 在這個疫情期間 那我們一起採用數位科技工具 持續運作 讓服務不中斷 那在疫情趨緩之後 所謂的報復性的消費情況出現的時候 我們更是已經都做好了萬全的準備 勿勉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請 這個 這個 中國生產力中心的林協理 謝謝 好 謝謝 我覺得智慧製造 著重的就是在場內的智慧化 跟上下游之間的資訊串流 那數位轉型 著重在轉型 科技是來做輔助的 那數位轉型 加上智慧製造的話 那就是要做生產力提升 那它主要的理論就是在 智慧製造跟數位轉型的相結合 那就是 假如生產力就是提升競爭力 那我們希望能夠把 數位轉型跟智慧製造的部分結合 都結合得更好 更完美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那最後我們請 台灣通用紡織的趙執行長 Victor執行長 泰式 所以我覺得中小企業看到數位轉型 這個不要害怕 因為數位轉型 雖然感覺好像是個高大上 或是花很多錢的事情 那我們直接從字面上來看 數位轉型其實就是數位嘛 數位就很多位嘛 所以就把公司裡面很多位的同事 招出來嘛 然後每個環節的那個同事 大家講一下 大家需要什麼樣工具嘛 然後從這個需要的工具跟一些 需要的一些提供資源的方法 把它串聯新的整體思維嘛 所以數位就是把 很多位一起串聯起來思維嘛 那轉型就是大家用一個很好的工具 去串聯大家的需求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公司的形狀就改了嘛 就叫數位轉型嘛 所以沒那麼可怕 我們是從需求開始 然後慢慢找出需要的工具 就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四位語談人 給我們的建議 跟給所有的這個企業很大的信心 那麼我想其實 整個數位轉型 我們已經非常清楚的 就是大家一起共同來創造新的價值 運用資通訊科技的技術 那麼我想WF的相關的報告 也講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說 這些企業如何去運用疊加 疊加加成的這個相關的資通訊的技術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共同來開創新的價值 那我想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可預見的未來 數位轉型在這個製造業跟我們的 這個資訊服務業 另外還有服務業跟這些相關的資服業 以及這個很重要的很多提供 Solution的這個新創的業者的融入 都能夠在各個不同的Vertical的領域 在我們寬平的環境的建制 這也是過去幾年 我不管在政府部門或在民間 一直持續在努力的 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在各個垂直的領域都能夠創造更好的生態系統 然後為消費者為客戶創造更高的價值 那麼再次感謝各位 線上的朋友還有今天的這些相關的雨潭人 那麼在COVID的期間 能夠跟我們一起共同來探討 非常重要的一個數位轉型的議題 那麼也預祝各位在疫情的期間 能夠Stay safe 健康平安 那麼希望台灣的疫情能夠趕快過去 然後也加速我們數位轉型推動的腳步 那我現在把時間交還給今天的正常的主持人 辛耶 謝謝 謝謝主委 謝謝妮蔻 也十分感謝今天五位嘉賓寶貴的分享 那今天的2021數位轉型國際論壇 從鍛鍊到鍛鍊數位轉型之路 線上活動圓滿成功 我是主持人辛耶 那在這裡呢 祝各位目前的好朋友身體健康 在防疫期間記得口罩戴好戴滿 勤洗手守護自己以及家人的健康 非常謝謝各位的參與 我們期待下次再見 DTA數位轉型與您同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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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